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welcome to my class 欢迎来到Jesse的语语课堂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You'll need to fry, drink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单元, drink 之前我们学习过关于food,食物的一些知识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喝的饮料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 好,省下一些重点单词 juice, tea, milk, water, thirsty, thanks 好,这些是本课的重点单词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关于一些什么呀 drink,关于一些喝的 thirsty这边是口渴的 待会我们会一一再讲解 好,另外一个是一般一问句及回答 这个是本课的难点 所以它难的一个点呢就是一般一问句 好,那我们说有问表达还有它的回答 分肯定回答和否定回答 好,同样的有四个字母 但是今天我们是1,2,3,4,5,5的字母 Q,R,S,T,U 好,重点的句子 Do you want tea? Yes, please Do you want water? No, thanks, I want juice 我们说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回答的时候两种方式肯定和否定 待会我们来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First one Juice 是什么呀? 果汁 非常好喝 一看就很好喝呀 Juice这个单词稍微我们看一下 有点难度 记得时候呢 U,I组合发的是 U,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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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好,后面CE这是发出来 S,E不发音 我们以前学过Rice 米饭 是不是末尾也是CE啊 Juice 果汁 它是一个不可受的名字 Juice 如果说一杯果汁 怎么说呢 A glass of juice A glass of juice OK,Next one Tea Tea是什么呀? 茶 是我们中国人最爱喝的 对吧? 茶 Tea 那我们看一下 DA组合发 长音 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 EA组合发 E Meat 是什么呀? 肉 这个是 Tea OK,Next one Milk 是什么呀? 牛奶 我们说早餐一般都要吃鸡蛋 喝牛奶 是吧? 比较营养的一个搭配 Milk 那喝牛奶 我们说 Have milk Have milk for breakfast 早餐喝牛奶 OK,Next one Water Water是什么呀? 水 这里面 Water Water 水 是一个不可说明词 刚才我们说了 Juice Tea 对吧? Water 这都是不可说明词 好,下一个 Thirsty 口渴的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T-H 是个字母组合发 是一个咬舌音 上吃 咬你的 这个小舌头 伸出来啊 咬舌尖 Thirsty Thirsty 口渴的 那如果说我渴了 怎么说呢? 上一节我学过 我饿了 是 I'm hungry 那我渴了 I'm thirsty 你要注意 I'm hungry I'm thirsty I'm thirsty OK 那说 Thanks 同样 是咬舌尖 Thanks 注意 发音的时候 小舌头伸出来 Thanks 谢谢 那我们还可以说 Thank you Thank you 跟Thanks 是一样的 这里面它是一个名词 那Thank you 这个Thank 是一个动词 好,我们看一下对话 Do you want to 提你想要一些 茶吗 对吧 这里面就是 Do引导的 一般疑问句 是我们本课的 一个重点和难点 那它引导的是一个 什么呀 一般疑问句 在读的时候 最后一个单词 我们声调 Do you want to 提? Do you want to 提? 你想要一些 茶吗 那我们回答 有问必有答 回答是说 如果我想要 那应该是什么呀 Yes 对吧 那不想要呢 是No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回答的 Yes Please 是的 好,给一些茶吧 对吧 来一些吧 Yes Please 好 否定的是 No Thanks No Thanks 不 谢谢 那你不想要 但是也要 感谢对方的好意 我们要说 Thanks 一定要注意 肯定回答和 否定回答 Yes Please No Thanks 好,我们看一下 她们的对话 I'm thirsty I'm thirsty 我可 那这个小女孩说 Do you want water 你们想要一些水吗 Do you want water 那看这个小朋友 怎么说的 No Thanks 不 谢谢 我想要喝什么呀 I want juice 我想要喝果汁 不想喝水 然后看这个小女孩说的 I'm thirsty 我渴了 你要注意 表达我口渴了 I'm thirsty 那看这小男孩 给他什么呀 果汁 那你怎么说呀 你想要喝一些果汁吗 Do you want juice 我们看一下 Do you want juice 那这个小女孩 那这个小女孩 想要吗 No No Thanks I want water 我就想喝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在上一课 学过的关于food 对吧 表示饿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 I'm hungry 对吧 那Do you want chicken 你想要鸡肉吗 后面跟的是吃的东西 对吧 跟的是食物 他说No Thanks I want to fish 或谢谢 我想要鱼肉 那同样的 跟我们今天所学的 I'm thirsty 是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前面说的是 I'm hungry 后面问的时候 应该是 Do you want 加的是食物 那如果你这儿 要换成thirsty I'm thirsty 我渴了 那后面跟的是 应该是一些喝的 对吧 Do you want 什么呀 Juice 想要一些果汁吗 或者Do you want water 或者Do you want tea 想要茶吗 都可以 一定要注意对应 回答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 Yes please 或者是No thanks 肯定会答 好 否定会答 好 又是我们字幕学习的时间 今天是学了五个字幕 比之前的多一个字幕 我们看一下 Q R S T U 我们慢着来读一遍 First one Q Q R S S T T U U 注意这个字幕的发音 是稍微长一点 就像一个 比如说摸着老爷爷的红须似的 Yu Yu 同样的Q跟它发音 是有一个共同的音 都有一个Yu的音 可Yu Q Q Yu 好 那我们来在生活中 找一下这五个字幕 First one Q R Next one S S这里面是表示什么呀 男 就是表示方位的时候 对吧 男边 T And Yu 你都找对了吗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First one What about a hamburger And 来一个汉堡包怎么样啊 No And I'd like a glass of juice 看一下 A glass of juice 什么意思啊 一杯果汁 我想要 这里面的是 I'd like 表示我想要 就等于我们所学的 I want 我想要一杯果汁 他本来说 对方说是 来一个汉堡包可以吗 怎么样啊 那肯定是拒绝对方 对吧 不 我想要喝果汁 说明的是什么呀 我不喝 但是我怎么 渴了 口渴 我们今天所学的是 Thirsty 所以这 你应该填 I'm thirsty 我渴了 I drank a glass of juice 我想要一杯果汁 好 你想接受 Nancy推荐的冰淇淋 你说 应该说什么 你这里面是想接受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呀 肯定会的 那不想接受 就是否定会咱们 那你应该说 Yes Please 如果不想接受的话 我们说 No Thanks 或者是 No Thank you 都可以啊 这是一个 接受和不接受 Yes Please OK Next one A glass of milk 一杯牛奶 那显然这里面说 No了 肯定就是拒绝了 对吧 不想接受 不过 谢谢 我们应该表示 感谢 No Thanks 或者是 No Thank you 都可以 这里一个孔 你就填了 Thanks 好 这就是本课所学习的 单词和重要的句型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OK First one Juice Tea Milk Water Thirsty Thanks 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单词读的时候 TH 咬舌 咬你的小舌头 Thirsty Thanks 好 前面这四个 都是我们所学的什么样 关于喝的一些名词 而且是不可入名词 果汁 茶 牛奶 和水 都是不可入名词 好 看一下句子 Do you want Tea Yes Please Do you want Water No Thanks I want Juice 我们学习了 度引导的一般疑问句 肯定回答和 否定回答 就是一个表示接受 一个表示不接受 好 还有一个就是要表达我口渴的 应该是 I'm thirsty I want 应该是跟着一些关于喝的单词 那如果说 I'm hungry 我饿了 I want 后面应该跟着是关于一些吃的单词 比如说 I want hamburger I want chicken 我想要鸡肉 不管都是可以的 OK 好 今天我们学习就到此为止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